抬頭看滿天紅光 天空呈現奇怪血腥紅色 難道是天有異變 其實不是 因為接著看下一張照片 會發現原來這紅光 全都是這艘大型漁船發出來的 把天空照得通紅的 就是這艘四月份剛下水的 有吊間秋道漁船 重達一千一百五十公噸 高達三億五千萬元打造 看看船身上 四周圍都架設不同大小 高度的LED燈泡 這就是所謂的急魚燈 而船家其實是在試燈 紅燈就是在外面外海的時候 就是去吸引秋刀魚 我們應該有測試一個禮拜 看到紅色燈光就知道 是專門誘捕秋刀魚的漁船 另外其他顏色 像是白光適合誘捕屋賊 藍色光常用來誘捕 Toutube或者是小卷 我們有試過就是白色的燈 它會比較激烈 它反應會比較嗨這樣子 所以用紅燈它會比較溫和 另外像日落時 因為顏色太相近 就不適合用紅光捕魚 得改用白光 綠光則是在視線不良時 派上用場 方便船長找魚群 用光線捕撈 具有趨光性的魚群 其實早就行之有年 但這次大型漁船 試燈將夜色變得紅通通 意外引發關注 記者王嘉慶高雄報導 這麼下山貝